刺果流星锤 身上长了三颗尖刺 头上长了一个仙人球 一看就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稍不留神就给僵尸一个小锤锤 让他们怀疑人生 种植时需要消耗150点阳光 冷却时间为5秒 攻击间隔为2秒 当前方没有僵尸时 刺果流星锤会不断蓄力加速旋转头上的流星锤 蓄力时间越久伤害越高 攻击方式为右侧两格范围内的群体僵尸 一阶刺果流星锤 当右侧两格出现僵尸时 会甩出流星锤对范围内的所有僵尸造成伤害 不攻击时会旋转流星锤进行蓄力 10秒后蓄力完成 攻击范围变成右侧两格扇形范围 对单体僵尸击退并造成200点伤害 如果僵尸击退过程中撞到另一个僵尸 则会一起在原地眩运3秒 并再次受到伤害 得得得 这个眩运症还有传染 真是厉害 二阶刺果流星锤 快速蓄力 刺果流星锤蓄力速度加快 持续9秒旋转流星锤就可以完成蓄力 比一阶蓄力少了1秒 三阶刺果流星锤 急速蓄力 快速蓄力的技能提升100% 持续8秒旋转流星锤就可以完成蓄力 四阶刺果流星锤能力觉醒 种植时有中概率直接释放能量斗大招 大招效果流星锤快速蓄力后 越起猛砸地面 范围内的僵尸会被击退和眩晕 五阶刺果流星锤 分裂刺果 蓄力攻击甩出的流星锤变为三颗刺果组合在一起的分裂流星锤 能对小范围内至多三个僵尸造成蓄力攻击 都说刺果流星锤和铁锤蓝很像 那我们就用这两株植物来对战一下僵尸 看一下谁强谁弱 第一局测试 刺果流星锤和铁锤蓝分别对战三个贝壳僵尸 看谁能在短时间内战胜三个贝壳僵尸 第一局铁锤蓝获胜 第二局测试 刺果流星锤和铁锤蓝分别对战一个埃及巨人僵尸 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战胜埃及巨人僵尸 第二局铁锤蓝获胜 第二局铁锤蓝获胜 第二局铁锤 第三局不可能在 previous铁锤 i